花点时间和大家谈谈潜动人的病 这种病是不普遍的 但后果也相当严重 这种病是always fatal的 绝对一定会致命 只差了多长时间 但初期又很隐悔 所以用少少时间和大家谈谈 最早期的症状很容易看漏眼 让大家认识多些 潜动人是一个族名 通常正式的名字是Motor Neural Diseases 简称MND 其实都有好几种 怎样都好 最根源的问题是我们的神经 即是运动神经源 运动神经源出了问题 这些名字你听完又不知道在做什么 最简单的说法是我们的神经线 有些人是负责感觉的 例如我的皮肤 我碰到这里 我就拗到这里 我怎样感觉到呢 就是靠这些神经线 在皮肤里有接收器 那些神经线 就是我们的神经圆 叫做尿黄 一路就拼到脚水上到脑子 大脑分析了之后 这个就是一个拗的感觉 让我知道 这个就是负责感觉的神经线 但当我比如说 我想做一些反应的时候 我们就不能够靠这些神经圆 这些神经圆只是负责感觉 我们有一些神经圆 有些神经线 就负责由我们的脑里 就带出一些信息 去回我们手手脚的位置 令到肌肉收缩 去做个动作出来的 那这些神经圆 我们就叫做Motor Dewan 就是说运动神经圆 那不是真的做运动 就是运动 就是让它移动 总之这些占动人病 Motor Dewan Disease 主要是不影响那些感觉的神经 就是说感觉是完全正常的 但是那些移动的神经就会出问题了 就是负责我们手脚移动 或者其他肌肉移动 那些神经线就有问题了 大家明白了这个病理之后 我们讲讲一些最早期的病症 最早期的病症 其实最常见的 多数就是开始一边手或一边脚 很少两边一起的 通常都是一边手一边脚 如果手的话通常是 就是扎筆那边就比较明显一些的 因为我发觉 可能写东西好像没什么力 不够力写东西 或者说梳头的时候 好像递不高手 很快就要垂下来 不够力 或者上楼梯的时候 就会有些困难 就是说不够力上去 那么如果它影响脚 有时会击倒 击倒的原因就是说 因为foot drop 就是说脚板的脚掌 不够力 肌肉不够力 蛇都好像跌下来 那么原理就是 正常我们走路的时候 要遞高脚 遞高脚才开步走 遞高脚的时候 脚掌通常会提高 正常都是这样 你才可以 clear the ground 就是说可以离开地面 你才能走到的 但如果你说有这些病 肌肉不够力 慢慢就会有一些foot drop 即是说 脚一离地 脚掌就垂下来 那你再想走路的时候 有时如果它遞不高 鞋头就会击倒地下 然后就会跌倒 另外有一个特征 又是比较忍晦一点 就是我们叫做faciculation 即是说肌肉好像震下震下 自己在收缩 这个现象很多时候 就是说当我们的运动神经元 即是说 黏住肌肉的神经 如果出了问题 退化的话 神经的作用没有了 因为肌肉本身会收缩 正常有时神经拼着 它的信号就会压抑着 让它没有指示下来的时候 就会收缩 如果神经线开始退化的话 没有了信息下来 那个肌肉就会自己在 震下震下地收缩 因为再没有神经信息 压抑着它这个收缩的动作 它通常就是震下震下 这样抽下抽下 这样很微小的 有时未必说真的会动动的 就是你手或者脚 你会看到那些肌肉 就是在这 忍不忍会抽一下 或者好像震下震下 这样的 未必大到说 抽到会有动作 但是你会看到那些肌肉 就在那儿震下震下 这个震下震下 甚至乎包括那条舌头都会有 有时你细心看那些 就是有这个 漸动人症的病人 你会看到那条舌头 他抹开口的时候 你会看到那条舌头 又是在那儿震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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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个症状 有时你会发觉那些人的说话 就越来越细声 因为负责说话的那些肌肉 又是越来越没力 那这样的 Меня트가 DEFIR 就是说话说话 就像音小声小声 那 interrupt 就是咬字那里 那要なく 成为肌肉 又要正常运作 那些肌肉不能形成ial 在那些肌肉 就开始ależ 或者就是血鬼 有时有些字 有时会窃现贯困 吃饮的时候 吃饮的时候 首席的时候 吞东西吞下去的时候 就卡住在这里吐出来 而且他发觉他因为吞不到口水 吞咽有问题就会流口水 因为吞不到口水就很容易熟到自己的口水 尤其是躺下的时候就更加明显 很容易熟到自己 最后也提到一件事 不过这个不算早期症状 多数是比较中后期才会的 就是连呼吸那里都会受影响 即是说呼吸那里我们靠腊骨中间的肌肉 横甲膜那些肌肉 这些肌肉慢慢不够力 连呼吸控汗抗张 吸吸那些胸气也不够力的话 就会呼吸有问题 通常有这些象征 多数都代表比较后期晚期 所以很多时候这些病人到晚期 都需要一些辅助呼吸的方法 顺带都提一提 这些漸动人病其实跟一些脑退化是有少少关系的 我之前说这些病主要影响 运动神经元 就是负责肌肉收缩那些神经 但其实现在我们发觉不是绝对的 一部分影响我们 比如情绪、性格、记忆的神经线都会受影响 所以你会看到很多时候这些病人 如果有刚才那些病征 又加起来就有少少 比如你看到他的记忆衰退 或者有时性格突然改变了 或者有些认知障碍的病征 又加起那些不够力 说话很小的声音之类 都是要特别小心的 这些情况下就未必真的 是单纯脑退化的 很多时候其实是因为这些漸动人症 就影响了有脑退化的病征 今天就先说到这里 多谢大家收看 我的新书Dr.Rex 以幼稚园已经出版了 这一冊会有很多篇幅 教大家如何选择一些验身的计划 还有如果有报告出了的话 如何用最简单的方法 去理解究竟这个报告代表什么 我们也有Patreon的平台 上面也有更多这些很有用的医学影片 我在上面也会分享我很多写的文章 有医学的内容 也有很多非医学的内容 欢迎大家加入成为会员 多谢大家 下次再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